如果说理解赫拉克利特的关键词是变化 那么理解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巴门尼德的关键词则是不变 但无论强调变化还是不变 他们都是在追问世界的本源、中心和秩序 古希腊哲人试图寻找维系万物的中心 因为只有确立了中心 世界才会从混乱变得有序 但对于他们来说 寻找中心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这个中心是绝对保持不变的 还是相对保持不变的 甚至是变化的 赫拉克利特显然认为中心是不变的 他虽然寻找变化之中的不变 但却认为这个变化恰恰就是变化本身 但却认为这个不变恰恰就是变化本身 艾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认为中心是不变的 不过在隆重请出巴门尼德前 我们需要介绍一下他的老师克塞诺芬尼 克塞诺芬尼是一个哲学家 严格说是一个思辨的神学家 作为游淫诗人 他自称在希腊土地上流浪了67年 差不多活了100岁 在反对神人同行同性上 克塞诺芬尼这样说 艾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 鼻子是扁的 瑟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其实我们可以接着他的话继续往下说 英国人说他们的神是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的 中国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 克塞诺芬尼的反讽还不止于此 他说如果牛马和狮子有手 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做画和塑像的话 他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 马画出速出马形的神像 狮子画出速出狮形的神像 克塞诺芬尼的这些想法 非常超前 两千年后 法国哲人蒙德斯丘在波斯人信杂中 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一个法国人在穿越非洲旅行的时候 极其惊恐地发现在非洲的艺术和雕塑中 上帝不仅是黑人 而且还是一个肥胖的黑女人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本质中用更为抽象的方式 重述了克塞诺芬尼的这个观点 人类类似上帝的原因不是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而是我们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 神人同行同性的后果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 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神 而这个神是每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克塞诺芬尼是第一个率先反对造神运动的人 但造神运动在人类史上并没有间断过 克塞诺芬尼认为 存在着唯一的神 并且他是不动的 他说神永远保持在同一地方 根本不动 一会儿在这里 一会儿在那里 动来动去 这对他是不相宜的 老实说 每当读到这句话 我都有些想笑 因为匆匆跑来跑去 跳来跳去的神 的确看上去不够庄重 不成体统 从这个角度上看 克塞诺芬尼推崇禁止 反对运动 其实有很强的审美和伦理学的意味 也就是说 禁止是高贵的 而运动则是卑贱的 这个想法十分合乎常行 你看在动物世界 谁最忙忙叨叨 总是上蹿下跳 跑来跑去 飞来飞去呢 都是那些蚂蚁 蜜蜂 蚊子 松鼠之类的小动物 而狮子老虎 这些森林之王的日常状态 都是懒洋洋 一动不动的 千万不要误会 我在这里不是鼓励你懒惰 而只是说 禁止比运动高贵 韩记得 比达哥拉斯对体育场上三种人的区分吗 他说 体育场上有三种人 一种人推着小车到处吆喝着兜售东西 一种人在竞技场上拼死拼活的夺得冠军 最后一种人坐在椅子上静静的观看比赛 商人追求获利 运动员追求荣誉 唯有观众 也就是哲学家 追求真理 据此 毕达哥拉斯认为 观众比商人运动员高贵 因为观众静静地坐在那里 移动不动 真正的神正是这样 他居处于一地 根本不移动 但各个部分都有所见所闻和所思 神是独一无二的 无始无终的 无论在形体或精神方面都与人不同 他停留在一个地方 一动不动 克塞诺芬尼之所以这样说 无非为了说出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 人其实是无知的 不仅不知道神长得怎么样 而且对任何事都很无知 第二 即使有的时候某人说了某些事情 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但这个人 但这个人依然无知于 为什么他知道这样说是对的 第三 所有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策 综合这三个重点来看 我们确实从克塞诺芬尼那里 得到一个不能说神是什么 只能说他存在的一神论 但在巴门尼德那里 一神论仍然不够深入 因为这不单单是有关神是否存在 而是有关存在本身的问题 巴门尼德进一步发扬了抽象思维的威力 不但肯定一切都是存在的 而且甚至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存在 这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不过这里可以剧透一下 存在者存在 他不可能不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